昏迷四年的植物人居然怀孕了 最大的嫌疑自然落到了男护工头上 可同事们纷纷站出来打抱不平 男护工为人忠厚老实工作认真负责 更重要的是他的性取向是男 这也是为什么女患者的父亲会放心聘用他 这四年来男护工每天都悉心照料着女患者 按摩大腿促活肌肉 洗头理发让他时刻保持最美的样子 闲暇时候还会去看女患者昏迷前 最爱看的话剧和音乐剧 虽然男护工没有一点艺术细胞 根本看不懂台上在演什么 台下观众为什么哭 但他回来后还是会把剧情 会声会色地讲给女患者听 他始终坚信着女患者 能听到他说的一切 这么用心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 可女患者怀孕已是事实 男护工还捏造了他的例假记录 再加上有同事说 自己曾听到男护工想和女患者结婚 怀疑的声望愈演愈烈 男护工也不辩解 直接承认了自己所作所为 而这都源于他对西娅的爱 四年前西娅在舞蹈室里练舞 住在对面的班尼诺被深深吸引 彼时的班尼诺一事无成 没钱没工作身材还有点发福 西娅的出现就像一束光 为她无趣的人生增添了一份光彩 自那之后班尼诺就每天守在窗边 看见西娅和其他男生接触 她还会有些吃醋 她无比渴望着能有一个机会认识西娅 老天好像听到了她的祷告机会说来就来 这天西娅回家时没注意到自己钱包掉了 班尼诺立刻下楼捡起来追上去 起初西娅还以为她是来搭讪的流氓 不耐烦地让她离自己远点 直到班尼诺拿出钱包 气氛才有所缓解 班尼诺借机提出送西娅回家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对话 班尼诺了解到西娅 是个爱看墨具爱旅游的文艺女青年 而自己却对这方面一窍不通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 西娅很快就到家了 但她没有离开 而是悄悄记下了西娅的门牌号 还知道了西娅的父亲 是一名心理咨询师 工作室就开在家里 这天班尼诺没看见西娅来跳舞 她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连忙预约了个心理咨询 想看看西娅怎么了 可面对西娅父亲的询问 班尼诺慌不择言 说自己太久没有谈过恋爱了 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取向 到底是男还是女 这个情况让见多识广的父亲 都有点不知错失 只好让她七天后再来复诊 离开时班尼诺发现西娅正在洗澡 还没关房间门 她悄悄进去 拿走了的发卡 离开时的时候 碰见了洗完澡出来的西娅 班尼诺连忙解释说 自己是来找你父亲看病的 你不要害怕 既然是父亲的病人 西娅也不好说什么 只好无奈地看着她离开 而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之后的几天里 班尼诺依旧站在窗前 等着西娅的出现 可西娅却没再来过舞蹈室 班尼诺焦急地摆弄着西娅的发卡 现在这个发卡 成了班尼诺唯一的寄托 终于等到了复诊的日子 她按照约定前往西娅父亲的工作室 这时候她才知道 西娅在一周前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 24小时陪伴女儿 恰好班尼诺在护理领域的口碑非常好 前来应聘时父亲有些在意她的性别 为了能时刻陪伴自己爱的人 班尼诺不惜说自己是同性恋 彻底打消了父亲的疑虑 终于可以和心爱的人日夜相伴 班尼诺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 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西娅身上 她每天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西娅 给西娅洗头理发 时刻保持着西娅最整洁的样子 她认为西娅迟早会醒 不想她看到自己邋遢的样子 即使医生说过西娅苏醒的概率微乎其微 直到西娅爱看音乐剧 她就自己跑去看 趁着按摩的时候 再慢慢把故事情节讲给西娅听 即使西娅什么都听不见 但她却依旧乐此不疲 班尼诺是如此隐晦而热烈地深爱着西娅 她时常会幻想着两人以后的婚后生活 甚至连婚房的家具都开始着手准备 这天一个男人在病房外偷看 恰好被班尼诺看到便邀请她进来 她的名字叫马克是一名作家 她的女友也在这家医院里 和西娅一样也是一名植物人 女友之前是一名勇敢的斗牛士 可在一次表演中出了意外 她被疯牛撞倒拖行了数十米 最后命是保下来了 可人却成了植物人 面对这样的爱人 马克的反应和班尼诺截然相反 她没办法面对这样的女友 连和护士一起帮她翻个身都做不到 更别说不断地自言自语 和没有反应的人分享自己的生活 她非常好奇班尼诺是怎么能 和没有反应的爱人相处下去的 班尼诺告诉马克 一定要多和他们多说话 多带着他们出来晒太阳 他们能不能醒来是科学的论断 但爱可以打败科学 班尼诺的话彻底改变了马克的想法 之后两人便经常一起 带着女友们出来晒太阳 两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好 好到一度让护士以为 两人是真的同性恋 这样的情况还没有持续多久 就被一个意外来客打破 这天马克如往常一样来到医院 却看到女友的前任在床前痛哭流涕 他和马克说自己还深爱着女友 想要在医院照顾她 男人泪眼婆娑还紧紧握着女友的手 这一幕打动了马克 女友有了更爱她的人在身边 已经不再需要她 马克决定去旅行散散心 离开之前特地来和班尼诺告别 班尼诺不知道两人还能否再相见 于是向马克坦白了 自己想要和西亚结婚的想法 马克说她简直是疯了要和植物人结婚 她甚至没办法说出那句我愿意 这一切都是你的一厢情愿 可班尼诺却觉得自己和西亚 这样的爱情形式是上天的恩赐 很快医院就发现西亚怀孕了 她已经三个月都没有来立假 而班尼诺还在她的立假记录本上造假 再加上同事的举报 班尼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被送进了监狱 几个月后在外面旅游的马克 在报纸上看到了女友去世的信息 他马上给医院打去电话 想找到班尼诺了解情况 却得知了班尼诺入狱的消息 马克立刻中断旅程回到了西班牙 马不停蹄地前往监狱探视 他不解地问班尼诺为什么要这样做 班尼诺则解释说 自己曾经听到医生说过 分脸的疼痛会有几率唤醒植物人 因此他才想出了这个办法 趁着护理的时候偷偷和西亚发生了关系 这个行为也让班尼诺受到了法律的重判 但他并不在乎这些 他现在迫切地想知道西亚怎么样了 新来的护工有没有好好照顾他 还让马克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 租金用来赔偿给西亚的父亲 正好马克还没有地方落脚 就把他的房子租了下来 马克打开门里面已经荒废 花草全部枯萎 墙上还挂着西亚的照片 马克来到窗前拉开窗帘 居然发现西亚正好端端地坐在舞蹈室 马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 原来是班尼诺的实验起效了 十月怀胎的西亚生下了一个死胎 但分娩产生的巨大疼痛 让西亚从植物人状态中苏醒 现在西亚已经在慢慢做着康复运动 相信很快就能恢复成以前的样子 马克立刻找到班尼诺的律师 想用这个消息帮他减刑 但律师却说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以班尼诺的性格不知道能做出什么来 只说西亚一切都好 但孩子是个死因 班尼诺没有太大的反应 但奇怪地向马克要了一个拥抱 两人隔着玻璃合掌 第二天马克收到了来自班尼诺的留言 说他自己无法忍受生活在没有西亚的世界 想要尝试越狱 马克后悔了立刻赶到监狱 想把西亚苏醒的消息告诉他 可等待马克的 却只有一封班尼诺的遗书 他借着护工的身份 偷拿了监狱里的好多药物 在偷偷服下 希望能和西亚在另一个世界相会 马克是自己唯一的朋友 希望他有空时能多来看看自己 看到班尼诺的话 马克哭得泣不成声 在整理遗物时 马克在信封里看到了西亚的发卡 他来到班尼诺的墓前 把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 还带来了西亚的发卡和最新的照片 希望能给班尼诺一点最后的慰藉 之后马克在一次音乐剧表演中遇见了西亚 西亚对这个感性的男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马克没有回应这份好奇 而是考虑着要不要把班尼诺的故事告诉西亚 可最后还是放弃了 逝去的已经逝去 不要再给活着的人徒增烦恼 就让一切秘密都随风而去吧 班尼诺对西亚的付出 与其说是爱 不如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别人身上 这样极端的爱 对接收方来说 更是一种负担